大家好,我是博仔,今天我要说的是康熙来宾片子片1,丁小琴上 上集康熙小本本也有讲到他 关于这个我要先澄清我猜错了丁小琴讲的主角 以防有观众还没看上集的小本本呢 我先说一下故事大纲 丁小琴有一集在康熙爆料说有一个日本巨星 帮他吸掉快满出来的香槟泡泡 由于线索给的蛮明确的 所以引来了三到四个日本摇滚乐团的粉丝到丁小琴的部落格 集体炮轰他 后来他上了康熙的告解师单元澄清 他说的是嗨斗 因为他们两个人有六年的交情 所以互动比较亲密一点 由于嗨斗是有家事的 所以丁小琴澄清他们就真的是好朋友没别的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只是猜的不要太认真 抱着看好戏的态度看就好了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我也开玩笑的啦 澄清完这集正式开始 我想现在说起丁小琴 大家想到的不是以儿传儿 卖假包 入狱跟烂英文 不然就是他与生鞋制 跟日本摇滚乐团Skizo的恋情 现在的丁小琴活得十分潦倒 年轻一点的观众 例如我 不是为了做影片考古丁小琴 我都不知道丁小琴的起点 比很多明星都高 如果他珍惜自己一点 都不会活成现在的模样 那我们就先从他毕业开始讲起吧 丁小琴毕业后 成为了美人志杂志的专属模特儿 曾拍过很多个电视广告 97年丁小琴参加日本音乐教父 小事哲哉在台湾的选秀活动 其美貌与表现获得小事哲哉的青睐 特地替他取英文名Tiana 有意在日本栽培丁小琴 In case有人不知道小事哲哉 他在日本歌坛有很大的影响力 日本天后安市奈美会 就是他一手捧红的 98年友善的狗老板沈光远 发掘丁小琴的潜力 便签了丁小琴 虽然这家公司现在应该没有太多的人知道 但其实友善的狗当时有不少很厉害的音乐人 例如陈山尼 黄韵玲 跟林小培 丁小琴第一张专辑的制作团队十分厉害 99年丁小琴推出首张专辑《武林精怪》 音乐风格以舞曲及R&B为主 专辑第一主打歌《如果我是男生》 改编自泰国流行天后Tata Young的流行舞曲 MV中的舞步是由日本的舞蹈老师Kuroma所编排 风格为Sister Step 此专辑第二主打是Fantasy 编曲由香港Beyond乐队前成员刘志远负责 据说他第一张专辑卖了15万张 以当时的乐坛来说成绩也算不错吧 所以童年才又发了第二张专辑 不过好景不长 当时他所在的公司《友善的狗》 在20年就倒闭了 听说他的第三张专辑当时也在筹备中 不过最后就没了消息 根据维基百科 他20年后就退出歌坛了 我考古了一下丁小琴一个在09年的live 我觉得他的舞感很好 唱功虽然没有到绝佳的地步 但绝对对得起歌手的身份 边唱边跳也唱得算很稳 证明他中气是够的 也懂换气 唱得比他以前CD好听 所以也懂为什么他会被小事折栽 看上他的缺点可能是音色比较没有特色 跟唱枪以现在来说有点老气 退出歌坛后的丁小琴有演电影、电视剧、歌舞剧还有出书 不过好像都没有什么水花 他在演艺圈的第二个高潮 大概是从他加入了Makio所组成的马帮后开始的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认识 就是两人都交过同一个男友 发型师Johnny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同台都会有点尴尬 不过有一次Makio帮丁小琴公司站台后 丁小琴就觉得他很大方 Makio之后还会三不五时邀丁小琴去玩 自此就成为了好友 直到之后因为丁小琴卖假包4B后就没了 因为Makio个性特别豪爽 喜欢泡夜店 人脉很广 所以在Makio的周围渐渐形成了一个所谓的马帮的小圈子 帮主Makio 其他成员包括香银、鸭子、丁小琴等等 帮主Makio平时提供成员资源 有通告大家一起赚 吃喝玩乐超尽兴 一个月酒钱可以花掉十多万 大姐头Makio为了拉拢人心还常常请客 曾拿出七万元名牌包给成员抽奖 鸭子曾说 Makio是全世界对我最好的人 关于Makio的狗血故事也是可以再开一集讲 讲回丁小琴 加入了马帮的丁小琴 因为Makio的关系 顺利地打通了各种通告平台 靠着亮丽的外形、时尚的打扮 还有讲各种精彩的故事 丁小琴成为了康熙的常客 07到11年左右 他的时尚品位 是连一只嘴巴不放过人的小S 也会服丁小琴的品位跟美貌 有一集康熙 康熙哥让小S跟丁小琴站在一起 让在场男来宾选谁比较美 结果男来宾都选丁小琴 小S也没有意义 丁小琴的美貌由于跟出道时相差太大 所以很常被质疑是人工的 有一次丁小琴还在康熙说了 他被许为恩白了一道的故事 丁小琴说有一次在KTV唱歌的时候 在场有很多条件不错的男生 许为恩就连点了三首他以前的歌 不知道他们是有什么恩怨 还是纯粹耍心机抢男人 不过小S听完后也惊呼 许为恩这招太高了 不得不说 丁小琴07到11年上康熙的造型 真的蛮好看的 不过到了后面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前男友 Sukiso的影响 还是因为失恋 开始妖化 造型跟妆容越来越夸张 夸张的程度 简直可以直接去哈洛欣鬼屋上班了 丁小琴几段狗血的恋情 可能也对他造成了不少的影响 第一段比较为人熟悉的 就是跟5566队长孙邪志的五年情 他们应该真的是很相爱过 分手后的丁小琴有次上康熙 也表示对孙邪志于情未了 不过媒体爆料他们实际上是三角恋 其中还有刘品妍 违规停车缺德 妨碍她做生意 甚至公开 留品言车号 不过不到一小时就删除发文 所以说真的不要得罪女人 说回孙邪志 丁小琴和孙邪志在录制节目时相似 后来开始恋爱 两人虽然受到孙妈妈的阻碍 却没有影响感情 不过几年后 曾公开控诉儿子女友丁小琴霸占儿子 还批她把儿子钱花光 孙妈妈曾高调呛瞎说 我年轻时赚钱真的很累 我年轻时赚钱很辛苦 但赚钱是要养家 你赚钱一样辛苦 为啥要给人家花 除了孙妈妈 5566的老板孙德荣也出来指证丁小琴 15年时孙邪志跟韩瑜离婚 孙德荣感慨地说 邪志是5566最穷的一个 被前一个女人败光了 明显是指丁小琴 而孙妈也在他们分手后 开心地说 老天有眼啊 以前觉得可能是老人家难搞 但现在看来 他们真的是很有先见之明 13年时 丁小琴说他们分手的原因是 有些人败,有些人败的病人败 而且有些人败的病人败 因为他已经被人败了 我觉得他们有没有人败 但他们还会让他们认为 一些人败的病人败 因为他们有些人败的病人败 不得来 我们败的病人败 通过来 我们败的病人败 但我们败的病人败 又是中文败的病人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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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晓晴下一段文人首知的恋情是他跟丁子高的 他在康熙单元康熙爱情故事大赛中爆料说 他曾交往过一个香港男朋友 该男子家住半山豪宅 一声名牌但为人小气 两人在台湾拍拖时 吃饭交通费都要AA 一直不知道对方家底 直到男方邀他到香港见家长 丁晓晴才发现对方是香港富二代 丁晓晴还透露当年在男友家留宿 对方妈妈的风水水晶球布置去向 全家都以为是他偷的 令他大受委屈 最终受不了孤身回台湾 丁晓晴还爆料男友自己没钱 后来他打给我说不能再来台湾 由于妈妈不给他钱 假如我可以给他钱的话 他可以过来 丁晓晴并没有执名道姓 但他给了明确线索 虽然当时家长反对跟女艺人在一起 但现在还是跟一位香港有名的女艺人结婚了 于是网友根据丁晓晴给出的线索 结合香港媒体以往对他的偷拍报道 推算出这个扣门小开 应该就是已经取了杨千华的丁晓高 杨千华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也曾抱怨老公扣门 没笔花费都要算 更举例说 有一回陪自己到澳洲工作 四天后舍不得走 由于机票贵 四天划不来 因是待了十天 结果娱乐媒体自然不会放过追问丁晓高的好机会 随后在一个活动上 丁晓高很爽快地承认了八九年前曾与丁晓晴交往过 我在台湾住过一年都已经过往了 没联络很多年了 希望他生活过得好 至于曾令丁晓晴十分难堪的水晶球失窃事件 丁晓高则回应 我记忆中没有这回事 不回应了 以免你们再去问他 搞得像连续剧那样 然后丁晓晴的下一段为人 熟知的恋情就是 Lunasi跟Ex-Japan的吉他手 Sugiso 他们是金马Kio介绍认识的 后来丁晓晴为Ex-Japan设计演唱会造型 并为Sugiso个人巡演工作人员设计T恤 他很欣赏他的才华 因而产生好感 不过交往三年后 二人就和平分手了 之后丁晓晴就开始放飞自我 先是在推特上骂前男友Sugiso是凶手 有性病害他夹娃娃之类的 事后他说是被盗号 不过很多人质疑为什么他之后不删文 同样的事还发生过不止一次 有一次他发了他跟Hido的贴脸合照 也被Hido的粉丝骂他炒新闻 薄把面 连人夫都不放过 后来他又解释说 那张照片是我锁起来的私人照片 不知道是谁嗨进去盗用 我都还没有去计较 已经赶紧请他们快拿掉了 三番四次的被盗号 不是日本摇滚巨星的粉丝太有空 就是丁晓晴真的太不小心了 有一次丁晓晴在深夜化大浓妆 眼神涣散的介绍自己的店 No.8 不只乱用成语 叫大家以而传而的宣传他的店 还连自己的店的门牌号都能报错 最近呢我身为担任一个就是 新人牌子 No.8 VIII OK这是西大罗马的数字 那为什么叫做VIII呢 就是呢 它其实是罗马数字的No.8意思 哎呦丁晓晴今天零时四点多 在脸书上传两段妆容完整 但神志不清鬼打墙的影片 下午两点半左右悉数删除 却以轰动网民成为街坛相依啊 而第一段影片 它致力于宣传新开的服装店 当然有很多的 不管是日本的 欧美的 台湾的 他们就是 我的 我自己的啦 它的广告文案发明了试说新语 我们还是最重要的就是有很多的捕捉 所以呢我们讲究喜欢报的精神 它也滥用了传统成语 我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多遗而传而的 多遗而传而的 告诉大家 在敦化南路一段187项 嗯 68号 甚至连门派地址都能前后挑号呢 就是去这个 这个啊 渡化南路一段187项 28号的Name Ad去 晃晃 还叫别人晃晃 他自己率先晃得不轻 不要再有一些 啊 介绍店面的方式也相当魔幻啊 可以看到外表会有很多 会有一句美人鱼 我看见之后会有更多的 美人鱼在里面 不仅令人纳闷定 指Sukito是杀手 但所有个he's ad都成了hims 单数都是me a man 复数people还能加s变people 而但却用意不明地讲日文作节 呃 是不是该担心丁晓晴身心状况啊 但他说他没事用 镜头里面看起来 看起来的你好像有点怪怪的这样子 想说在关心 没有没有 我完全没有 也没喝酒也没干嘛 什么事都没有 就是因为我看自己的脸拍 就是因为我不是看那个 看那个怎么讲 那个monitor怎么怎么讲 摄影机在拍 我是看着自己的脸在拍 所以感觉上很像失焦 那我觉得蛮失败 所以我说我要回电影再重拍 之后还被爆出自导自演 以Sukito的名义送花给自己 详情下一集再说吧 好了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这集主要是讲他的背景资料 跟历代绯闻 下一集才讲他卖假包 跟骗人事迹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